今天想要介绍的是一些我们常常用到的公式 很常用,常常看到,可是要用的时候却不知道如何是好呢 好,首先呢,从这个自己先设定简单公式计算来开始介绍 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按那个储存格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这个资料编辑的地方会显示是空白的 那我们一旦开始按了等于的这个符号下去之后 ECL他就会认定你要开始计算,做一个公式的计算了 好,OK,我们从这边开始哦 我们今天都会以这个表格里面的资料来去做说明 这边有品号项目,数量还有他的单价 那我今天如果想要知道他的这个营业额是多少的话 也就是说我的数量乘以价格就是他的营业额结果 OK,那我今天有一笔,只是要计算手写一笔资料的话 那就是99乘以10,就可以得到990元了 那我今天如果有上百笔资料 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算了 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ECL来帮我们去带出来他的结果 好,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格子呢,假设我先把它清除掉 这个格子呢,我要怎么样让他自动带这个公式进来呢 我要怎么样去做设定呢 首先我们就先按一下等号 我们可以看到哦 来这个地方,资料编辑列的地方也跑出一个等号了 好,等号 我现在也不用按99,我也不用按10 我只要去按他所对应的储存格就可以了 第一,二 然后信号,也就是乘 然后去对应到这个1,10这一个 然后按Enter 好,他就自动带出99乘以10等于990 那下面的话,以此类推 那通常我们把它这样子,只要做完一格之后 游标接近右下角的地方变成黑色的十字符号的时候 往下拉拖曳 他就自动带出来 这边,譬如说把卡卡是95乘20是1900 这样子一格一格下来 那我通常做完之后 我会一个一个去看一下检查一下 他所对应的储存格是不是正确的 那我不用实际去真的去做运算 去做检查说 98乘以15是不是真的1470 不用,我只要去对应说 检查他的那个储存格对的 是不是,譬如说这个是不是第7乘以17 然后看一下 你如果说眼睛看花了也没关系 我们点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游标移过来资料编辑里的点一下 他就会把 把你所运算过程当中 所用到的储存格全部的框起来 OK好,这样子没有问题的时候 好,一样按Enter就可以放过他了 好 再过来呢 我今天如果想要知道 我这个总营业额 这一排的这个总金额到底是多少呢 我也不用用计算机一个一个去这样加总 我只要用Excel去带出来就好了 我们这边用两种方式来做介绍 好,这边我是用这个SUM 然后它的这个函数去带的 那还有两种地方可以进去 第一种呢,它是直接 好,我用这个格子来算好了 这边我先把它清除掉 好,在这边 有不要移到这个资料编辑的旁边 这有个FX这个插入函数的符号的时候 点下去 我们看到这边出现了一个等于 然后这边搜寻函数 你打上SUM 然后按Enter 它自动带出来点两下 好,我们来对应一下哦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函数呢 Excel里面的函数都是 第一格对应到这个 第一格跟第二格 第三格 好,这个不要理它哦 它这边都会有做一些说明 到第二格的时候它也会做一些说明 好,那我们今天只是要做 这一排的价种的话 我们去确定一下说 是不是F2到F10 是我们要的吗 好,确定 确定好 它就直接带出来18685 好,那另外一个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呢 好,先把它清除掉 直接从右上角这边 有一个自动加种 这功能 点下去之后 我们看到它这个框框 一闪一闪的框框 它框起来的部分 是不是你实际要加种的东西呢 如果是按Enter 好,它帮你加种完了 好,另外一个更快的方式呢 是什么呢 我们直接把它圈起来 你把它选取起来之后呢 看一下我们的右下角 视窗右下角这边 它会显示出你选起来的项目个数 有几个 10个 加种18685 OK,这三种方式 我们得到的结果都是一致的 那它的函数也都是一样的 SUM 好,OK 那我们再过来的话 我们再介绍一个 SUMIF这一个函数 它比SUM还要更聪明一点点 它可以在 它可以帮 让你就是设定一些条件之下 来去帮你做加种 怎么说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来看哦 这边 来,我们这边有一个 我已经把这个函数贴在这边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 一栏位 一栏位是什么 是价格 价格大于等于30的商品 我要知道它的总营业额是多少 来,再一次哦 价格 价格这个栏位的东西 它如果是大于30的话 大于等于30元的话 我要知道它的营业额是多少 我要等于就是我要把 我需要的资料是这么多的商品里面 这么多的商品里面呢 它价格是高于等于30的商品的营业额是多少 我要知道 那如果是小于30的我不要 请帮我剔除 那怎么做呢 就是这个函数 它自动帮我们找出来了 9900 你不相信吗 你可以一个个看哦 来,我们大于等于30的有哪些呢 我先把你标记起来哦 大于等于30的 有这些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4500加3600加1800 我这样选起来 你看我们右下角 9900 跟我得出来的 是不是一样的呢 对 好,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这个sumif这个函数 它是可以达到 你这样子的有一些条件设定之下 所要得到的一些加种 OK 好 一样我再从用函数这边去 这个fx这边去做一个对应 来看一下哦 我们通常呢 第一个格子 就是会在这个括号 我们一般的函数都会有 后面一个括号 函数名称 然后括号 括号里面的 每一个豆点呢 就是它会分隔 把每一个那个 你设定的参数 把它做一个分割 那第一个参数是 12到11 也就是这边 然后第二个 多话后面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大于等于30 在这边 然后第三个参数呢 就是f2到f11 就是营业额的部分 好 那这边是同步显示的 OK 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函数 它都会这样 用这种方式去做显示 那你如果从fx进去的话 这个插入函数的方式进去的话 它就会用这样子的框框 去为您做说明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你点一下这个的话 通常我们在设定的时候 你点一下这个右边的小方块 它就可以让你自动 让你去圈选 你要的储存格是什么 然后再点一下又会回来 而且你每点一个地方 它右边就会用一些中文说明 让你去更加了解 每一个参数要下什么样的指令 好 好我们再接下来介绍另外一个 是if这个函数 好 if这个函数是指什么呢 很明显的 它就是 我来去做 我的举例来说 假设 我这边有设定一个 假设 这个营业额的部分 如果没有高于1500的话 假设它有高于1500的话 请在这边显示达标 如果不是的话 请显示未达标 好 所以呢 我这边设定了 这个F2 F2 这个 营业额 大于1500的话 请显示达标 它有大于1500吗 它没有 它是990对不对 所以它显示的是 未达标 好 那其他的格子呢 一样 我也是用复制的方式 去把它去拉出来的 也就是我的 游标移到右下角 这个地方变成黑色十字的时候 往下拖曳 它就会自动 带入这个 你的函数 好 我们也稍微用肉眼 去做检查一下 1900是不是大于1500 是 它有达标 125 有没有大于1500 没有 好 未达标 好 所以可见这个 函数是完全 你可以非常信任它 只要你设定正确的话 你可以非常非常的 安心的交给它 再也不用用眼睛肉眼 去做一个辨识 好 再接下来呢 再介绍另外一个是 count if 这个函数 它是用来做什么呢 它是用来数数的 你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去 会需要去做一些 嗯 条件 然后 去设定一些条件 然后去辨识说 它到底 有没有符合 有几个有符合 那要怎么做呢 好 我们又用这个 有没有达标的个数 来作为例子好了 我想知道 这一些品项 这个月它们 都有 营业额都有达标吗 那我这边的函数是设什么呢 只要 只要H2 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 有达标的 请 告诉我有几个 有达标 好 我这边 达到得到的是五个 那是不是真的五个呢 一二三四五 对 它的回传的 那个个数是正确的 它是在用来帮我们数数用的 好 那 最后一个函数呢 是VLOOKUP VLOOKUP 这个函数 我们也非常常使用在于多个表格 然后需要交叉做比对的时候 或者是说 需要用来 获得一些 就是要把你的表格做一些 另外的格式的转换的时候 也常常用到 譬如说 薪资条 我们通常 我们在做薪资表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中表 那中表完之后 会要再另外转成个人的薪资条 那这个VLOOKUP就还蛮好用的 好 我们现在先以这个资料来去做一个范例来说明 假设 我今天我想要 我今天又另外做了一个表格 假设我品号是 我今天想要知道 A01这个品号 它的名称叫什么 它的数量是 卖了多少的数量 那它的营业额是多少 我想要知道 我不想去看中表了 我只想要知道 我只想要看单一的 这个商品的资讯 要怎么做呢 我这边已经 我现在只要设定好 我只知道 我需要知道它的商品品号就可以了 比如说A01 它就自动带入它的项目数量跟营业额 好 或者是A05 我根本就不用去被A05它的名称是什么 它就会自动带入 它的资料 那它这些资料是怎么来的呢 好 这边来介绍一下VLOOKUP 一样 我们点选了FX进去之后 第一个格子 它要找的是 我们的搜寻的主要条件是什么 主要条件就是 我要以用这个评号来去 以评号来去做搜寻 所以我就设定了C16这个地方 C16 我这边 这个东西 这个格子来去做搜寻 那我为什么加了前字号在前面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如果没有加了前字号的话 待会我在做复制往下拉的时候 它整个储存格会 它整个参数都会跑掉 那如果我有加前字号的话 它就是把它锁定 永远我去 我这个函数不管我复制到哪里去的时候 它都不会跑到别的位置去 好 这就是前这个符号的好处 那第二个格子呢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呢 我们看这边 第二个格子是B1到F11 B1到F11 我指的是我要去做这一份资料 原本的那个资料库里面的那个范围 也就是从这个品号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营业完整的 这整个整个资料表都是我要去做搜寻的 嗯 范围 那 OK 我先把它 那第三个栏位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好 我这个地方你看我这样一选它就跑掉了 我再去把它做一次 好 我也是按右边的小方格 然后去做圈选起来的动作 然后再按回来 到F11 然后再把它加上前字号 OK 前字号它的快速键是F4 它就自动跳出来 好 那第三个格子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它就是要你去填说 它回传的那个值呢 它是属于你刚刚框的那个范围里面的第几栏 好 像这个项目 项目它是第几栏呢 它是第一栏 第二栏 好 它是第二栏的名称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这边就填2 那最后面这个栏位我们通常都是填0 不用理它 好 我先按确定 好 我这边再把它往下复制 好 出现了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它为什么都变成科宰间了呢 好 我们再进去这个函数里面去做检查一下哦 你看 好 我发现问题了 因为我 我们这个栏位 我要 数量是第几个栏位 是那个刚刚那个范围里面的第几栏呢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才是数量 那我这边写的是多少 是2 所以我这边改成3 好 好 这样子 好 确定正确了 那这一个呢 它也是 我也是在这边 进去之后 它是第几个栏呢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第四栏 第五栏 才是它的营业额 OK 好 正确没有问题 好 这边呢 就是Vlookup 它的好处 就是它可以做很多个表格做交叉的比对 甚至说你要去做一个新的表格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它来做一个相对应的资料传回 以上是今天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